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老师跟中心大学这边也给我们很多的协助 那甚至当时在研究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就直接到新农来工作 所以把整个发酵的技术跟整个的研究成果就直接寄转给新农 这个产业所需要的核心的换键技术 包含精准的技术或是新型的盐光蛋白的开发 或是新的鱼种的开发 盐光宇的研发中心他们因应要跟学界合作 来去进行这些官场研发所设立的中心 这是设立在产业界 那我们学术界我们本来就有实验室在做相关的研发工作 那两边透过这个人才的这个嫁接媒合 我们把训练好的学生参与这个计划推到这个产业界去 就是到这个智林公司的这个盐光蛋白研发中心 负责主要的研发工作 农业生技联合成果记者会 由农业生技分析与促进办公室 在科技部产学及园区业务司的指导下举行 会中精选三件成功点范案例 第一个平常讲的是维生物制剂 或者是这个生物农药 对于这个菌相的改变 对于植物的植株的生长 它病害的防治发挥出很好的效果 第二个就是这个对于这个荧光光散 这个计划的成功 而且也可以让这个产业可以有新的不应的技术 都很符合这个国际要求的生物安全的这个法规的规定 那第三个在中文研究院杨文青研究员的研究成果 确实正实而且永远都多项专利 所以呢不但要进入这个健康食品的产品开发 更进一步要往植物鲜料这个研发上面去发展 青研白杆菌它最主要是从这个像蕃茄的根部分到的 那这个菌应该在实验室验证以后到温室到田间做实验 那做出的结果呢 就是说它可以防止这个联胞菌的变害以外呢 它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 那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效果 就是它会启动植物的抗病性 从化学转到这个维生物的部分 最主要就是要发酵的技术 所以这边我们更需要中心大学是 从菌株的合作再更深入的 到菌株的代谢物跟它其他附带的产品 这边来做研究 然后提高整个产品的效力 这样子的话让维生物的产品它效用更好 那我们精准至于施鱼的不孕技术之后 当这些鱼如果万一不小心 就是被弃氧流到野外去的时候 那它也不具有生殖能力 把它的这个转基因呢 流入到这个野外的这个环境跟族群里面 这个对生物安全来讲 生态的这个环境的保护 基本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所以不孕技术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这个里面 扮演核心关系的角色 每一年在台湾在观赏鱼里面都有 一二四种的新品系在国际间销售 那现在用这一种不孕的技术之后 就可以保护到这一些台湾很辛苦一种出来的观赏鱼 不会在国际间被轻易的复制 就可以保护到这一方面的制裁权 咸红草其实它有非常多的这个生物活性 我们自己所发表的就超过42个 咸红草它其实已经被我们实验室研究20年 它从基础的研究 譬如说它能不能调节血糖 到它透过作用在胰岛细胞 包括避免它死亡 保护胰岛细胞 还有促进它的功能 这样的作用机制呢 大概基本上全部都完成了 那它的这个有效成分的这个鉴定也完成 目前以前红草的研究部分里面栽种 已经做到台湾的ZAP 但是我们要进阶做到ZHCP ZHCP是一种国际性的欧盟里面所提出来 那是在整个世界所共同遵循的一部分 台湾的农业已建构成既高科技 又符合人性及地球永续之产业 具有国际竞争力 联合成果记者会的目的 就是将产学合作的典范成果介绍给媒体 产业界 创投界以及社会大众 并鼓励更多农基业者投入 所以我们也强调 不只说我们农跟医的人在合作 所以我们更需要电脂的 就是ICT的机械自动化的 化工的等等可以结合进来 那变成一个跨领域的发展 那最终的目标就是 我们一定要以国际市场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这样我们产业就可以扩大市场的规模 也创造我们的经济的贡献